一拜 请求开地顺利 东港行政中心立体停车厂 兴建工程开工 平路县长潘孟安 立委周春敏 县议员林蔡凤梅 葛辉能 刘孟军等来宾驰骋动土 祈求施工顺利 第二产 动土平安 潘孟安表示 东港镇为渔港观光 人为休闲及民生运输等多元重镇 东港政公所办公大楼 东港地区县属机关联合办公大楼 王船文化馆 社福馆 转运站等公共设施 已陆续动工 县府先行筹措经费将近3亿1295万元 新建停车厂 并积极争取交通部公路总局补助 停车厂预计于112年底完工启用 将可满足相关停车需求 在东港这个G9的第二个立体停车厂 是因应这几栋未来的新都心 这个地方的人民洽工 以及在这边的一个商务旅游的需求 可以看到它未来的需求非常庞大 所以我们特别也在这边争取交通部的协助 能够让这边做一个美轮美奔 既符合在地疫情的这个立体停车厂 让大家都在洽工方便至于都也能够维持 适容的一个方便 停车厂临近王传文化博物馆及东港社福馆 透过立体仿生绿色格栅 象征东港丰富的海洋资源黑鱼鱼 并延续王传文化博物馆的圆孔形成 尽其水花异象亦可创造良好的通风采光 且屋顶造型与太阳能板整合规划 省能绿建筑打造滨海城市新风貌 立委周春明表示 东港行政中心立体停车厂启用后 将成为东港新地标 那今天也谢谢县政府交流处 还有交通部公路总局的支持 我们有三亿多的预算 希望能够盖一个东港的新地标 除了有原来的停车的需求 我们也会因应整个时代 这个环境的变迁 加上智慧 加上数位 加上绿能 相关做一个现代的立体的建设 现代立体的停车厂 东港行政中心立体停车厂规划 地上四层 267格停车位 包含电动汽车格位27席 除了导入智慧停车设施 及绿能友善设计外 也提供空间多样化使用 未来一楼空间可提供规划商店空间 供店家进驻 全缺导入通用化友善设计 界面衔接处皆以波道设置 打造无障碍亲子及性别友善空间 借由停车厂的规划 让在地民众及游客都能更便利 记者张如云刘建荣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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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计的支持明镜 like